作詞曲 李宗盛 我記得應該年輕時 性格比較多 然後一邊長大的時候 我經常會自行衣舞 而真的覺得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我記得是前幾年的時間 當突然間沒了工作 然後有很多生活上的難題 一次過湧過來 再加上那時 就是我養的寵物離開了我 很多東西一次過湧過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好像自己不太能夠 遺失了一個很不開心 或者一個很沒動力的狀態的一段時間 我記得當時我們會在一個 Negative Loop的一個Loop裡面 我們不停會想一些Negative的事情 可能是我很擔心接下來會怎樣 又或者我很遺憾、很後悔之前做了一些事情 那面上的人就永遠 可能一天二十四個小時 可能十八個小時都不在當下 都是在擔心或者遺憾 之後有幸接觸到一件事叫Mindfulness 其實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因為當時我發現自己除了外在的環境 就是外在我要面對的事之外 我自己內在也有很多需要去改變的東西 例如是作息、生活習慣等 我覺得傾訴是一件很重要的過程 即無論是你說自己的事給別人聽 還是你去問 然後別人分享他的近況給你聽 都是一個令到我們會覺得我們 我們和周遭的環境有結合的一個過程 多點溝通、多點聆聽 是可以幫到自己之外 亦可以幫到其他人 我發現有時去多聽別人的問題 其實自己的問題都會被輸解到 因為發現大家都有可能類似的問題 或者都是在經歷著一個轉變的時間 那就會知道自己不是孤獨的 我覺得跟自己相處或者療癒自己 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我們可以去respect自己的少少進步 可能我們很多事情都是 做事也好練習也好 其實我們只要做或者只要去做這件事 就已經是有害怕 我們可以珍惜每一串少少的進步 我們生活在一個這麼急速的城市 經常都會被外景帶走 我們好像要很多事情去追趕 但其實我們的節奏是在我們裡面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呼吸 或者走路的方法 去令自己的節奏減慢用力 當我們慢用力的時候 可能很多事情都會清晰 就會沒那麼亂和沒那麼大壓力 我們譬如會在一個 長期在一個循環裡面 我們會覺得很舒服 但是其實我們去不停學新的東西 以及給一些新的養份自己 就是灌溉自己最好的方法 所以可以接觸多一些 以前自己沒有想過會做的東西 或者是勇於嘗試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就會找到新的啟發 對於生命對於生活 現在我們會用來做一些 在一個月的導彈 然後我們要用來做新的東西 我們要用來做新的東西